今天我們有這個機會實際 留在地下街 去看他現在施工的情緒 我們今天很高興 除了我們當地的這一些 上次我們有參與 還有這次來現在參加的富老之外 這次還有我們中西區的兩位議員 第一位是修立立議員 第二位是我們的洪玉鳳議員 今天三個一起來討論 說我們這個海岸路 這個地下街 是我們鄉西區的這邊 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大家看看 今天除了我們地方的這些 富老兄弟鄉親之外 還有我們的施工單位 我們的監工單位 我們的公務部門 還有我們的名義代表都要來這裡 我們希望說 今天就這個場地 我們大家來討論 看看一個好的方向 我們大家可以來奉承我們的議案 因為今天我們有這個 很好的機會 我們有來實際看 我相信很多市民 他已經關心這個問題 但是 因為可能工程安全的問題 他沒有在一起下去 我們今天有大家來看 不是這樣 就這方面 將來的方向是怎樣 還是現在現在 總共 我們請請兩位議員 來發表 他們的看法 和他們的意見 我們請請我們的洪玉鳳 謝謝 謝謝 我想一個人如果說 對出事到二十歲 已經變成一個年輕人 那路電梯的工程 已經四天 二十年了 雖然說二十歲的祝福 和附近的公民 都非常受苦 尤其是這條路 八百幾公斤 是經過中西區的心臟 串聯 南區到北區 所以對中西區的發展來說 是非常重要 當然 很多人 在選舉的時間都說 他如果當選之後 有準備要對大學做什麼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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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為 有之後就發覺 屬於說 有相當大的困難度 所以這個事情 拖延這麼久 不然就說 總是我們有看到 那路電梯的 在這段時間 的冠軍 已經有真的 漸漸 進入完工的改端 當然很多 市民朋友開始關心 也說 要怎麼讓中西區 的這個 相機再起 那路電梯是 一個命脈 指標所在 所以 也希望透過 大家的共同意見 的標誕 幫市政府找一個方向 不過市民 大家都很煩惱 他都說 這個計畫感不上變化 變化感不上 新市長的一句話 那可見說 行政單位 對這一條街的未來 有什麼樣的規模 是說 除了是說 民眾的意見 標帶以外 主政者的關聯 也影響到那個結果 到方向 所以也很難問說 可以 除了聽了民眾的聲音以外 也希望說 我們這個主管基瓜 跟我們說 他到底想要怎麼做 他的想法 是不是可以接到 大多數民眾的民眾 我們知道 這個政策的存出來 不可以平等 所以不一定說 所有的政策 每一個人都可以支持 但是希望說 支持的人比較多 反對的人比較少 這樣就是一個 不錯的政策 我們都是站在群眾 這一方面 所以我們希望說 市政府的 這樣子的規劃 都能夠做一個 多方的考量 我們也不能以我們個人的意見 來影響 對 感謝我們的 公議員 剛才公議員說 20年 一個嬰兒 變成年輕人 但是我們用一個比較好的比例 是說 20年 可以讓一個小朋友 變一個辣妹 所以說 我們希望說 海岸路地下家 他今天真的 真的可以說 蛻變 變成一個美麗的少女 說著美麗的少女 我們就要請另外一位 我們美麗的市議員 李日子 來跟我們講幾句話 這個 海岸路地下家工程的圓地 屬於是做生 我們不是只有兩邊 店家的修順而已 包括他影響的戰民是 整體 這幾個里的公民 而且也影響到中西区 整體的發展 所以 他到底未來的店員 是什麼 好期好長 我認為說 這不是說 只能看片面的 片面的利益 來看 而且 我們知道說 第二家家未來 為了通風 為了既定 他必須要在 這幾個八百公車裡面 做很多通風口 目前都要看見見 建築開始做 當然就是 我們也有因為 要減輕 對交通的衝擊 他有做一個改善 但是未來 是不是這個路面中 未來的車兩 都在地下後 路面中的運用 可以像我們 那些美麥 我覺得這還是有待觀察 那 一個地下家的店員 有可能影響到未來 十年甚至二十年未來中西区的發展 所以 不管說 市長 他願望的是 做一個文化創業的風口也好 也就是說 有很多居民 願望的可以做地面的 一個觀光雅齊也好 我認為說 這都要全粉的討論 而且 必須要鼓鼻有全粉的民意 因為 這幾年台南市 我們有發現一個 很重大的事情 就是 文現路和和尾路口的 Costco開幕 當然 Costco開幕 我們都從原體裡面 知道 他是創業全台灣 Costco 辦公室最高的 一個星期 就是在我們的台南 但是 因為這樣做成 當地居民 非常艱苦的高東黑暗期 甚至上下班 因為他也是聯合 南區 中西區 甚至到這個南區 主要的一個道路 未來 我們海岸路的土民 甚至地下 甚至影響到 我們整個中西區 交通的衝擊 這也是我們實在的思維 所以 我認為說 我們願望 我們的地方歡迎 這是一定的 我們願望 地下 無論他的定位 之下 都可以帶來 我們真的 中西區 真的經濟效益 但是我們願望 周邊的環境變高 這也是我們最重要的 因為 畢竟 這二十多年的時間 已經做成 我們附近 居民 他們進去 也不方便 甚至 房地傘的堆勒 這都是願望 在這次 地下的完工 可以讓他們起始 回生的一個方法 所以 政府的配合 我認為是 要把整體 中西區的 居民的 關係 都給他們 把整個台南市 未來最款 他要去做一個聯合 尤其這裏 有幾個的最款 都是固定 台南市最方法的地方 這都是要 必須要聽出 國民的聲音 才可以做一個定位 是 好 我們感謝 我們的理理姐 我們 綜合我們剛才兩位議員的意見 就是說 我們現在可能有三個中台的問題 第一 就是說包括通風 這些安全性的問題 第二 交通 第三 其實是最重要的 還是我們現在的 鄉親 可能比較注重的 就是說 這個如果完工之後 他要怎麼做運用 那我們就 這幾個問題 我們一個一個來請教 比方說 我們現在通風的問題 我們先 麻煩說 施工跟我們的監工單位 來做這方面 來跟我們做一個說明 麻煩我們的 監工設計的 王經理 這方面來跟我們做一個說明 大家鄉親大家好 我是這個岩 這個停車場岩的設計鑑作單位 我們通風設計 我們都有經過 因為我們這個岩 是已經做好的結果 我們現在做重修 要做停車場岩 所以通風口的設計 都是前期的 依照地面的 規格的 位置到大小 跟停車場的 面積 和浸排氣量 不影響路面行人的因素 我們有採分區通風規劃 然後相關的量體和造型 我們也經過都市審議通過 所以剛剛我們有去現場看 每一層我們有九個通風機房 那裡面有兩部大的風機 所以在通風上 都不會有任何使用上的問題 簡單說明這樣 這是就我們剛才說的一些 比方說通風是安全性的問題 接下來就是交通和利用 要怎麼去利用 這方面除了我們公部門 還有兩位理念代表的意見之外 我相信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市民 我們單地的居民 對這方面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相信上面的論壇 大家發表很踴躍 也提供我們很多很好的方向跟意見 今天我們還是來聽聽看 所以包括說我們各位 當地的居民 當地的里長 有什麼樣比較好的建議 這方面我們請民主理的里長 劉里長 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現場大家幾邊好 我是民主理的里長 這個海岸路這個問題 我們是最感受最親密的 這是第一點 因為你今天一個政府 一個政府換掉 他會有另外一種的工程 買四天的 我告訴你 一次兩億三億五億人開 你對這八歲 這八歲已經心都在地毀了 你怎麼感受得對 對 如果今天最賣的 今天要怎麼說來做亞齊 以外省人看的角度 我不敢說百分之一百 只要你說你政府 你要做我們的護盾 對 因為我說買一個亞齊 所有台灣全身都有 我們說跟台南市而已 你一個公司的亞齊 他一個民間團隊 可以代表官方的亞齊 還要說我們這個海岸路 我告訴我們 海岸路是有電鋀的 一條海岸路 你會說台南市的民主 是對我們三到八發去的 我覺得對中西區 一個政府 你坐著的時候 對中西區一條海岸路 20年 沒有三章 20年 20年我可以買多少錢 對 今天不是說你國的尊勝 你要說這 中西區這八世的中間 你要有福氣好窮 你要有這麼嚴重 要怎麼住這勞金 要住這生活 住這賺錢 對 你都想用你的學者 用你的理論 我要說 人家前朝的就做到 泰國下落了 就這個行不通的 你家要跟他投經委 要再用什麼 你現在想說你第二家 要存385家的車位 不然還要385-400家給你 要是要停幾台車 那是可以帶同 我會說可以帶同 這都是上學區的地方 你第二家可以再帶同 我還說 說之後,我是希望第二圖的到上海,再叫人這麼大帳的時候,又落第二圖 你知道嗎?我告訴你,這條海岸路大家來努力的時候,做下去的時候不成功 真的不成功也沒了解哪回呢? 因為我不是貼建局,不是貼頭部,我沒了解,我算了 你如果八百公斤就對了,一家六千四公來賣,一家賣六萬好 對嗎?這我用造型的角度,一家賣六萬,你看他這四十米啦 我們那時候我把它用到 因為我時代有說一個輪廓的中間,當然這有專家嘛 這也有業者也有學者,那中間你會當作樂規劃嘛 你一家賣六千四公一家賣六萬,我告訴你,你到這個民造路 一百,你五點把他塗不去,中間的生命到五點把他塗不去 付錢喔,六人,到這五點把他塗不去 好,這是我們剛剛的民主理理長的意見 不知道我們這方面,我想啦,我們的公部門除了做意外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意義,就是它要由市民來瞭解 這方面,我們前面那個公務局的總工程師的吳樂安,吳先生來跟我們做一個率明 到底現在有什麼樣的規劃,要怎麼做 主持人,兩位議員,跟我們在座議長,大家好 我想其實剛才說到的,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為什麼要這樣說 就像剛才開始的時候,我們安議員說到的,二十檔 二十檔是中央來看這個問題,它是一個文字館 所以其實這條海岸路可以說是中西區的心臟 這個心臟問題是撤掉了,撤掉了要怎麼處理,這是最重要的 第一步就是一定要活化起來 所以我們目前,剛才我們時間單位說,這些通風口的設備,這些結構的安全問題 這是第一步,你一定要先讓它可以活起來,可以有作用 然後它就開始發揮它的功能 所以剛才剛才說到的,我們這台這台這裡是可以做什麼樣的規劃 其實剛才我剛才真的要澄清規定 第一步就是,我們的停車價,並不是幾個三百幾個 如果幾個三百幾個,不要說你不需要用,連我都不需要用 這是不可憐的 因為最後兩站的部分,大概第二站做停車場 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 從沒有八百幾米的空間裡面,都可以做停車場 因為第二站,你說要做其他的使用,非常困難 我知道 所以來說,其實是這台這裡 當然,持有這台這裡有最大的規劃 那當然是這台這裡,最主要是要聽說大家的意見 我想像當時,這台這裡三百幾米的鄉長 我們要看他經營的經營是怎樣 那當然這台這裡,我們現主要了解這條海岸路 他們兩邊的鄉窟,兩邊的商圈,要怎麼串聯 包括我們現在是有在推動新鑽企劃 要將這邊大家溫和再開放 要整個這個鄉長西區,這是一個心臟 我剛才說過,這是一個鄉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當然... 不好意思喔,我先來 其實我們大家現在有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現在都知道海岸路,它是鄉長西區的心臟 我們要做了一遍 當網站在這裡上 我們現在二之後我們夭介紹一下 感谢观看